Hello Hello 大家好 Jenny今天和朋友決定去一間新開的韓式cafe吃東西 我們大概12點多鐘 所以可以說是吃個brunch 入到店鋪 感覺蠻舒服的 因為它的裝修都很簡約風 以及以米白色和木色為主調 入座的時候 之前就給了一張點餐紙 我們掃QR號就可以落單 但是一早就發現 他們的午餐套已經賣光了 所以我們點了一個全日午餐 看起來都蠻豐富的 茄汁豆不會讓茄汁豆淺在其他食物上 而芝士腸這條原來是 但是餐牌沒有寫 萬一食客有食物敏感 就會比較麻煩 至於煙肉方面 它就不算很肥 但是我略嫌它真的煎得不太脆身的感覺 至於炒滑蛋 就真的對我來說 覺得完全不合格 因為它一來不滑 二來我真的沒有吃過 炒滑蛋是有脆邊的 因為是餐牌自己寫著炒滑蛋的 那我打算是炒滑蛋 至於這個大啡菇一樣 其實我也覺得 這個原來是大啡菇來的 然後就是炭燒菠蘿 肉眼所望就應該不是炭燒 可能輕輕煎了一兩下 牛角包就是整個 全日午飯裡比較出色 因為它不會太油膩 而且也不會太乾 唯獨是吃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它層次不太分明 最後就是 全日午飯的薯餅 它就偏軟身 沙律就有類似一個芥末醬的醬 我們選了兩杯風味比較特別的咖啡 第一杯就是白雀茶巧克力咖啡 買上是滿意的 因為它有一個很漂亮的拉花 味道有幾個層次 而且也挺滑的入口 唯獨是咖啡味就真的淡了一點 可能朱古力味比較濃一點 再之後我們就點了 另一杯冷的薄荷朱古力咖啡 薄荷味也挺重的 至於朱古力味 就不是很甜很陋的那一種 整體來說 這杯冷咖啡也不錯 只是跟熱飲一樣 咖啡味不太濃 總括而言 我們覺得 點兩杯咖啡 坐在店裡 喝下90分鐘是OK的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們這段影片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我們之後會繼續試其他不同的餐廳 拜拜 下次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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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